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科学委员会的专家刘雨龙认为 本港疫苗接种进度未如理想 有必要调整策略 包括扩大接种的群组 例如为所有与长者同住或者照顾他们的人接种 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之后 有长者和长期病患者都表示有疑虑 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科学委员会专家刘雨龙认为 本港疫苗接种进度未如理想 有必要调整策略 要有效保护长者面受感染 他建议当局优先为所有与长者同住的人士 外用又或者照顾者接种 这个策略叫cocoon strategy 就是给一个保护他的罩罩住他 你打他就直接保护他 打他旁边的人就间接保护他 既然老人家有这么担心 我们就间接用另一个策略去保护老人家 他又说在扩大优先接种组别之后 当局还有能力的话 也都可以考虑分阶段为40至60岁 以及20至40岁的人士接种 对于卫生署将会发出指引 列明哪一类人士应该延迟接种疫苗 包括糖尿病控制得差 平均血糖值长期超过10 长期血压上压超过160 下压超过100的高血压人士 以及持续有心口痛和气速症状等的人士 都会建议他们暂时不适宜接种 直至病情受控 刘雨龙就认为 长者除了跟随指标之外 也都要留意自己有没有食烟 又或者经常做运动等的生活习惯 作为衡量的准则 无线电视机者 梁卓音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